同学们 我们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 目前在世界以及中国主要的机器人厂商 那么现在呢 可以说 德国 瑞典 日本 这些国家 它对应的 它所应用的这个机器厂商呢 实在比较强 但除此之外呢 像美国 意大利 英国 加拿大 甚至以色列 当然包括他们中国 很多国家也纷纷建立了 很多的这样这个机器人 主要以生产机器人为主的 这个工厂和企业 那么下面呢 我们主要介绍四个四家国际企业 他们号称现在当今工业机器人的四大家族 第一个呢 我们想介绍这个库卡这个公司 这是一家德国的机器人公司 那么 它实际上就是这个世界上工业机器人 和自动控制系统的一个顶尖的一个制造商 它的记录非常先进 嗯 那么这个公司呢 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在1898年就成立了 那么 它现在 它的 用它的机器人的客户非常多 既有这种 这种汽车的大品牌 也有甚至造飞机的波音 还有这种宜家 沃尔玛这种 零售业 甚至包括这个 生产一些食品 像雀巢 啤酒 饮料 这些单位 这些生产线 可能都是 他们都是在用库卡这个 它的系统和设备 那么 它的机器人种类非常多 像这种焊接也好 操作装配也好 码托包装也好 后勤整个一样 它都用 甚至 他们还把它的机器人觉得 我再扩大它的市场 怎么扩大呢 一个用到医院中 以后我们会讲医疗机器人 那么 它 1898年就建厂了 到了73年 嗯 有了第一台工业机器人 那么 它是实际上第一台 由电机 由机电驱动的 一个六轴机器人 六轴 意味着它的自由度非常多 那么 到了2001年呢 它开发的 一台 客运机器人 什么叫客运机器人呢 实际上 它是瞄准娱乐业的 它希望 把人 放在它上面 有两个作物 之后呢 就像过山车一样 让你 产生这种刺激的感觉 我们看这个图片 也就是说 它想把这个机器 工业机器人的 概念 它的应用领域 扩充 向娱乐界发展 那你想一想 你过山车 你轨机器是固定的 那你现在 给你放到一个机器手臂上面 等于 有个巨人 拿着你 在 给你空中乱晃 这个刺激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也正在开发这种应用 那么 我们看一个 库卡的一本 宣传片 Nosef Kell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 con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at help to shape the future People need robots but robots also need people That is why our robots are being used in more and more areas of life To benefit people With our products, we are also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ensuring a high quality of life in the future We accompany our customers right from the first step With robotics and systems, KUKA offers a full range of automation solutions Our service is there to support you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are there when you need us It is our endeavor to know today what people will need tomorrow So 下面一家呢我想介绍这个ABB这个集团 嗯 这个ABB呢是世界500强的这个企业 总部呢是位于这个瑞士的苏黎市 那么实际上它是历史也很久 它是由两个100多年的国际性企业合并而成的 合并的时间比较短 甚至在1988年才合并 那么这两个公司呢 一个1883年 一个1891年 比KUKA那个公司更早 那么实际上它本开始并不是做 机器人 因为那张咱们说的机器人还没有诞生 它是电力和自动化技术的一个旗帜性 旗舰性厂商 它 它的产品遍布在电力公共设施等等各方面 目前呢 它的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 包括在中国 它在上海有研究中心 像我毕业我们实验室毕业的学生 就在它的研究成員工作 它的2010年的销售额达到了320亿美元 那么它的发明呢领域也非常多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它跟中国的渊源也非常早 在1907年的时候呢 APP公司呢 向中国提供了第一台蒸汽锅炉 所以说它很早向中国卖东西了 现在它也是大力开发中国的市场 那么 现在来讲APP是一辆最大的机器人指导公司 它1974年 有自己的手台公共机器人 1975年有了焊接的 那么1978年呢 又有了喷涂 它的产品线就比较完备了 那么 它呢 是世界上第一个卖机器人卖到10万台的厂家 它的现在种类也非常的齐全 下面呢 我们看APP的 他们的展示他们记忆人的灵晓性的一个视频 Do you remember this video clip of our robots working together using our superior motion control If we didn't impress you with that clip how about this what do you say have you ever seen an industrial robot moving with such outstanding motion control as you can see we've added another robot we've also tightened up the tolerance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ans and the pin has been reduced to an impressive one millimeter and this isn't the limit of the robot path accuracy it's the way the cans are mounted on the tray how do we get this fantastic motion by hours of programming no way just program a path of combined straight lines and circles at normal slow programming speed note the three robots moving together when the programmer uses the joystick on the teach pendant then run the program in automatic mode up to full speed this is our strength the path is speed independent we show this by using the manual speed control it's the same program running no tuning needed what you program is what you get i know what is the best in class path accuracy t's the best in class path accuracy true move for the shortest cycle times and you know what it's delivered in all our robots as standard Superior motion control brought to you by ABD Robotics 我们看 它这个机械手是非常灵活的 他们可以拖着这个盘子 不掉 那么东西呢 不会碰到 这个 它的运动规划 的控制就是非常高的 接下来 这两家呢 都是日本的 第一家呢 是范大科 它成立时间要短一些 是1956年才成立 那么一开始呢 它是做电机的 到74年呢 它还有了自己的机器人 而且呢 它在受控机床呢 也做得非常好 它卖 它虽然成立的没有ABB 或不害它早 但是它的后来趋势非常非常快 它200年的时候呢 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突破20万台的这个机器人厂家 咱们讲的ABB是第一个卖到10万台的 它呢 是世界上第一个卖到20万台的 那么 一年的时候呢 它这个 装机量已经超过25万台了 市场份额 稳居 全球第一 而且 他们前提到他们的一个特点 他们 是卖机器人的 那么他们也要自己做机器人 那他们呢 很多机器人 是他们 也是由机器人做出来的 我们看他的一个宣传片 这是生产CNC和机器人控制器的电子工厂 整个生产过程 从零部件的检测 到最终成品的测试 都是通过先进的自动化系统操作的 并且 这一系统 是在严格的质量管理控制下运行的 生产线上 灵活运用了机器人化的自动装配系统 这是私服电机 主轴电机的生产工厂 在这里 进行着私服电机和主轴电机的自动化装配 从电机零部件的入库 到装配 检测 包装和出货 一系列作业都是全自动化的 由机器人完成 在零部件加工工厂 采用了机器人化的加工系统 私服电机等零部件 是在连续加工24小时 并无人职守的情况下进行加工的 这是冲压成型工厂 在这里 私服电机的铁芯的冲压 是由智能机器人自动完成的 压柱成型工厂 自动生产私服电机的压柱零部件 从原材料的溶解 铸造 到去毛测毛边 一系列作业都实现了机器人自动化 这是机器人工厂 机器人装配结束后 在出厂前 进行连续运行测试和严格的检查 智能住宿机在产机工厂进行装配 然后进行运行测试和出厂前的严格的检查 在切削加工工厂进行机械零部件加工 加工设备采用了智能机器人加工单元 包括星期六星期天 每月都可以连续加工700个小时以上 这是板金工厂 主要制造机器人控制器的电柜 从钢板的切割 弯曲 焊接 到喷漆 装配 所有工序都实现了机器人化 这是位于铸波山山路的铸波工厂 专门生产 Rober Drill和RoboCut 这是设在路尔岛县的损人工厂 该工厂采用了机器人化的装配生产线 用于制造检测私服电机的位置和速度的脉冲编码器 那么日本的第二家代表性的公司就是安川电机 它成立稍微早一点 在日本福岗成立的1915年 不过当时叫安川电机制作所 它当时主要做电动机或者马达或者控制器 就是只是做局部的东西 到了77年 它有了自己的关节式的机器人 到了88年 能够生产5万台了 那么到了91年 正式更名 叫中师会社安川电机 但是它的速度也非常快 你看它2011年的话 也卖了23万台 所以说日本这两家公司成立虽然晚 但它的市场占养率提高到非常快 我们看它的一个宣传片 自1915年 安川电机企业创立以来 便一直致力于为全球产业的高度发展 为实现人类的完美梦想而奋斗 寄托着这些梦想 安川电机倡导的机电一体化技术 在迄今为止的各种工业自动化和效率化方面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如今 作为具有世界高水准的技术力量 与高效运用经验知识的综合解决方案企业 安川电机 以驱动控制 运动控制 机器人 和系统工程 四大事业为轴心 继续为工业和社会的发展做贡献 不断为人们创造新的梦想 安川电机上海有限公司 是1999年成立的安川全资子公司 自成立以来 不断向中国市场提供享誉世界的产品和技术 安川电机与中国人民的友谊远远流畅 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 1913年曾到访并下榻安川奖 首书世界平和 相赠安川电机创始人 安川静一郎先生 2009年12月16日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到访安川电机日本总部 并详细了解 其出口中国产品的有关情况 为满足中国市场不断拓展与业务的需求 安川电机先后在中国上海 北京广州及成都等多处 设立了服务网点 并在上海嘉定区和瀋阳两地 开办了大型的生产工厂 电机驱动领域的先锋 安川电机将多项全球首创的革新技术应用到变频器 推动新技术的产品化 并一直引领着行业的发展 这些新技术逐渐中为行业标准 而渗透到整个电机驱动行业 安川变频器的品质性能功能得到全世界用户的认可 并稳居全球首位的宝座 安川变频器可完全驱动各种机器 甚至于一些专用领域的设备与系统 随着节能需求的进一步提高 通用变频器的应用范围 也正在向健康医疗 护理 娱乐 生活环境等新的领域推广普及 安川电机可靠的运动控制技术 满足全世界的需求 强有力地支持着我们的生活 自1958年 安川电机开发出了第一台米纳西亚电机 从此便改写了人类电机的历史 也为我们开吐了超高速超精密的运动控制领域 当今作为四伏驱动器的先驱 安川电机的AC四伏 一直保持着全球首居意志的市场占有率 并以优异的品质广播了海内外客户的信赖 在全球产业化应用的机器人领域 安川电机于1977年生产出日本第一台全电机化的工业用机器人 摩托曼一号 随后 安川电机运用独特的运动控制技术 和自行生产的高性能四伏电机及控制器 相机开发 焊接 装配 喷涂 搬运等 各行自动化作业的机器人 并一直引领着全球产业化应用的机器人市场 如今 莫托曼早已成为安川企业的另一个代名词 其销量市场份额已稳居全球首位 产品活跃在汽车零部件 机械 电机 金属 物流等诸多领域 在系统工程方面 安川电机已积累了丰富的系统工程技术经验 在钢铁行业 启重设备等领域 为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和设备节能 做出了巨大贡献 安川电机的系统 同样支持着我们日常用水处理等公共设备的稳定运转 水处理机械设备 公路 铁路的基础输送设备 以及必须稳定运行的公共电器设备 也是安川电机擅长的领域 从超节能高压变频器 到全球首创的矩阵式 交交直接变换的最尖端产品 安川电机能够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在新能源领域方面 安川电机不断推陈出新 风能与太阳能的开发利用 将会极大减少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 同时也提高了设备高效运行 延长产品的最大寿命 在未来的事业发展征途上 安川电机将继续秉成技术力设的理念 以国际标准的基础力量和创新的构思能力 为工业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创造并实现人类的梦想 并在开展全球活动的同时 树立坚实的安川品牌 前面介绍的是世界上 一个主要的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厂家 他们的市场战略率非常高 那么下面呢 咱们介绍一家中国的代表性的 或者中国出于领头羊地位的 一家机器人公司 跟其他跟国际的相比 我们的成立时间非常短 是1999年才成立 当时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机器人 国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在他多年的这个研究成果基础上 进行转制 以这个中国科学院 沈阳资格化研究所 作为主发起人 他们投资成立的一家公司 这个公司呢 是国家813计划 智能积极人产业化的一个基地 也是科技部命名的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成果产业化基地 等于我们先做了很多 大量的技术研究和 科技技术研究之后呢 我们才有机会 有实力 成立这家公司 把这个科研成果 转化为实际应用的东西 那么 2009年的话 这家公司成功的上市了 是第一家上市的机器人概念的这个公司 号称中国机器人第一股 它的股票简称就叫机器人 而且它现在价格也不低 因为最近机器人比较热 它价格升到了 35.8元 我们看这个股票走势 一度它涨到了 接近 60到50 可能有一点波动下来了 但现在它也达到了 30多左右 这个样子 提到这个公司呢 实际上这个公司的名字 就是由蒋新松院士 它的后面这个名字而来的 它当时就是这个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所的这个研究所所长 也是咱们机器人领域 在自动化领域 823的首级科学家 94年当下为工程院士 被人称为中国机器人之父 这个公司的名字 就是为了纪念它 中国这个机器人的发展 应该说这个蒋院士 就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 新松公司他们制作的宣传片 结束这一小节 谢谢 在国际机器人先进技术的脚步 2000年4月 迎着新世纪的曙光 沈阳新松机器人 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 当时 国内的机器人产业 正处在启蒙期 市场几乎被国外垄断 而在国际知名的机器人企业面前 新松还是个一压血雨的孩子 像一只雏鹰等待翱翔 为了赢得国人 在机器人领域的话语圈 新松人决心 肩负起民族机器人产业崛起的使命 以无限的创新激情 与强大的国外企业展开了博弈 新松公司从创立一时 我们就制定了这样的一种发展战略 我们必须以自主创新为主导 根据市场的需求 发展机器人和先进制造装备 并且实现它的产业化 同时以机器人和先进制造装备 来改造和提升我们的传统产业 实现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 经过几年的发展 新松公司依托中国科学院 强大的人才和创新这样一种优势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 国家的机器人产业化基地 感谢观看